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大型的联合真才活动 邀请了43家的优良厂商 提供了1000个工作机会 吸引许多民众前来找寻自己合适的工作 基董就业中心10月6号 在基董长龙桂冠酒店举办 今年度最后一场中大型联合真才活动 邀请43家优良厂商 提供1000个工作机会 吸引许多民众前来找寻适合自己的工作 那这一次的现场真才活动呢 我们总共有43家的厂家 同时提供了1000个职缺 那这当中里面有包括我们的制造业 传产业以及服务业 还有支援性服务业 甚至还有物流运输业 那之类的总类呢非常的多 基董就业中心表示 根据就业中心的资料统计 民国111年持续受到疫情影响 新登记求职人数和有效就业人数 相较前两年同期都持续下降 今年新登记求职人数更跌破1万人 有效就业人数相较于前两年的9000多人和8000多人 今年到10月5号为止只有6000多人 幸好求职就业率往上升 比起前两年的7成多 今年反而突破8成 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我们的这一两年来 真的是不管是厂商要征材 或是我们的求职朋友要找工作 都相行之下呢都非常的困难 所以以我们目前来说 我们今年度我们的求职人数跟就业人数 真的是有比往年稍微偏少 可是我们经过我们救福人员 非常努力的媒合 所以其实我们的就业率 还是有比往年好一点 大概会有8成 所以也希望我们需要求职的好朋友呢 真的不要错机会 经过我们专业的救福人员呢 我们会给你提供非常好的一个就业的建议 谢谢 基隆就业中心指出 展望和病毒共存 即将开放国门政策的同时 就业中心将持续开拓更多元就业管道和机会 媒合求职民众更多工作机会和职缺 同时也为公司行号找到需要的优质人才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在电影来看中山区周皇路46项巷口 过去狭载又弯曲 导致消防车无法顺利进入救灾 因此在市议员张炳君和当地通明里 里长苏又平积极争取 及中山区公所的协助下终于完成46项巷口拓宽 及周边路面铺平的工作 中山区通明里长苏又平打开手机拍的照片 大约三年前这里发生火灾时 消防车卡在狭窄又弯曲的中华路 46项巷口无法进入灭火救灾的状况 三年前我刚当上里长一年多 在这中华路46项有发生了变现箱的着火 还有一次中华国小厨房冒黑烟 我们有通报消防队 但是消防局消防队来了五台消防车 但是这路口46项口狭窄 进不了也没办法马上立即的处理救灾的活动 导致有一台小型消防车进来还接管线 沿路了有一点时间 因此在机动市议员张炳君和通明里长苏又平积极争取 以及中山区公所协助下 最近终于完成46项巷口拓宽 以及周边路面铺平的工作 让消防车可以顺利进入 也保障附近居民 以及中华国小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 下一个阶段就是要持续争取拓宽 进入中华国小前的台肥桥 那我们其实秉均跟我们苏又平里长 我们就允诺我们当地的居民 还有我们中华国小所有的师生学童们 我们将要来共同争取46项口拓宽 保障这边学童跟居民的安全 当然我们感谢不管是我们林二昌市长 包括我们中山区公所陈迅雄区长 还有我们蔡世英立委 跟炳君还有我们所有平里长 共同来去努力 现在我们也顺利的争取到46项口 路口的拓宽以及路面的铺平 当然今天因为天气的因素 导致我们标线无法再继续画质 那我们会在天气好的时候再来去画质 同时我们也有看到像我们的台飞桥 因为台也是比较狭小的问题 那未来我跟苏又平里长 我们也会来继续来去争取 让我们这附近的周遭的环境变得更好 也能让我们的不管是中华国小的师生 血统或者是居民都有一个安全的环境 张炳君指出原本拓宽铺平道路后 马上就要进行标线标志 以及停车阁重新划设的工作 却因为天气变差下雨暂停划线作业 将等待天气转型后 会要求工程人员尽快划线完成 记者吴俊松 在带您来看交通问题 基隆市新义区的深溪路 被民众诟病车祸频传 怎么回事呢 一块来关心 骑士经过深溪路这个弯道 打了左转方向灯 准备左转穿越对象 但后方骑士反应不及撞上 而两车发生事故 过不到一个小时 一辆白色交车也要左转 但后方一名女警 正要回派出所 一样来不及刹车 这里是基隆新义区深溪路 上2月29号上午 短短一个小时内 就发生了两起车祸事故 因为通往基隆市区和快速道路 所以平面车流量大 再加上是下坡路段 旁边除了公车停等区 还有停车阁 只剩下单一线道 又没有红绿灯 不少车辆要转弯时 后方就容易撞上 而这个路段旁边原本是画红线 这里住户多达7000多户 为了解决停车问题 市场府划设了路边停车阁 因此原本的四线道 缩减为两线车道 但从今年初开始就已经发生至少10起车祸 这边是下坡的路段 下坡路段 然后再加上这个左右两侧都有这个停车阁 市政府划车的停车阁 那造成第一个是道路缩减 那第二个是斜坡 所以就是会造成这个 因为上下班时间 这个有时候会塞车 然后有时候这个离风时间 因为这个下坡车速过快的关系 所以导致这个 经常发生差状跟危险 基层地方的声音 在这个会看的时候都有提出来 希望可以将这个停车阁来注销 划设停车阁 虽然能够舒缓停车问题 但入口事故频传 市场府恐怕要好好思考 要怎么兼顾居民需求 及行车安全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道 再带你来看 基隆夜市前一阵子 出现了一座作弊情侣党 在麻将冰果桌摊位上 趁老板转身时大胆偷换牌 两个人还露出得意的表情 根本就不晓得他们的一举一动 全被前方的监视器拍得清清楚楚 监视器画面拍下两对情侣 坐在麻将冰果摊前 其中右边这一对情侣 一开始玩得很起劲 但发现老板一转身 竟然开始 男子还趁着老板帮忙其他客人 背对他们时候偷换牌 再由女友秀给老板看 说有中奖 过程中还不忘回头看看 有没有被发现 但其实这一切 全被前方的监视器拍得一清二楚 所以这只是小小游戏 希望就是不要那么认真 就是把它当作游戏玩在家里 这样子 你来夜市最主要是要开心 这样闹得老板跟你都不是太愉快的话 就不是很好 所以希望民众来 你来夜市开心 你凭你自己运气得到一个大奖 一个娃娃 你一定会很开心很兴奋 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去 多的 反正你来也是就是想寻开心 所以你就尽量不要有这样的行为 业者事后调阅影片 发现这一对情侣党捉弊 天文警告 地点就在基隆庙口夜市 事后业者低调不愿受罚 我们是在说走人 是要太远 基隆庙口夜市 麻将冰果 摊位 游戏摊位 客人直接捉弊翻牌 本分局表示 炸气罪过程要件 细失以诈述 限于错误 处分财产 及财产损害 由以上四点 情形发生 并且 需要贯穿的因果关系 才符合 炸气 构成要件 故 画面中行为人所为 恐涉嫌炸气罪 这一摊麻将冰果游戏 玩家只要顺利 和排面上对上 并且顺利连线 就能够带走奖品 但这对情侣 动手动脚 涉嫌作弊 恐怕已经涉及炸气罪 记者黄绍明 记得我们报导 至于年底选举投票日 越来越近 选情也更加激烈 民进党 基督市长候选人蔡世英 宣布成立反会选小组 并与真信业者合作 在各区布设查查会选小组 全面抓会选 对不对 你看手机就可以看到你们了 超商的咖啡杯 连接手机就成为 可以录音录影的收正利器 为了避免会选影响选举公平性 民进党基督市长候选人蔡世英 方面宣布成立反会选小组 除了呼吁市民拒绝会选 勇于检举 还与民间真心业者合作 透过专业的收正工具 加强查会力道 因为现在要抓会选 不容易 没有人会光明正大的 一定是偷偷摸摸的 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取得证据 这种东西都有录音 录影的功能 那如果说民众要居民检局 那只要说说以手机拍照 然后录音录影 或者是说就是以各种真信器材 来秘密录音录影 然后实名检局的方式 然后都不用担心 就是自己的亲资会外携 曾有多次抓会选经验的 前市议员市市民 获邀担任反会选小组召集人 戏称自己是老柯兰的市市民 也警告 有意买票的候选人 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据我所知 现在的检警调 已经布下天罗地网 以及通报机制 我想有心从事会选的 这些候选人 大家真的 这个要看清净的名 真的不要设法 不要犯法 蔡世英竞选总部方面 则邀请律师在记者会现场 具体说明可能涉及会选的样态 呼吁民众都说 这种你没有付任何钱 就去吃人家一顿饭 那吃了这顿饭之后 是不是说因为你吃了这顿饭 你就觉得说 OK我拿人家好处 我一定要回他 这个就会有嫌疑 这个就已经相当于 就会启动检警的这个征办 蔡世英竞选总部方面表示 反惠选小组与合作的真心业者 已经在全市七个行政区 布建相关人员 进行勤资收集与查会工作 呼吁市民一起来拒绝会选澳部 才能选出真正为民服务的好人才 去澳部 反惠选 去澳部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此云寺钥匙佛店 历经两年策划 开光启用 钥匙佛大殿内 设有神佛真相 壁堵 木科解王的 辉红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请来点钥匙佛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自一次钥匙佛店 参拜感受发喜 辛苦了 李总要租的五台车 应该准备好了吧 哇 生意这么好 咦 今年下半年营业用车辆 使用拍照税缴了吗 放心 只要使用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APP 扫描缴款书上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 还有其他 医化及多元缴纳管道 都可以缴税哦 多元缴纳管道 正便利 111年营业用车辆 下期使用拍照税开征 智慧缴纳看安心 民国97年 才开始启用的 此云寺大碑店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仿进到大碑店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 独特样貌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吉隆市政府教育处 推出了111学年度学习型城市计划 与吉隆市人安乐林中心合作 其中彩线飞绣画意 呈现出充满吉隆意向的刺绣作品 令人大开眼界 一针一线 安安静静 课堂上的银法朋友们 在针线中找到美感与成就感 我本来以为我这个年龄 大概要参加这个活动 比较有点问题 结果发现来了以后 发现我年轻了很多 然后谢来跟李老师 真的我觉得帮助很大 政府有这个经费给我们 我希望下次能够多办几次 这种活动 让我们这些年龄的人 可以在这里 因为我们都是职场退休 在家里真的很无聊 尤其是疫情期间 我们也不敢出门 可是来这里我都每次都全情的 我以前是不会画图的人 这个是我自己揣摩突然的图 所以我觉得很满意 所以下次有机会我会再来 跟老师学习很多技巧 那以后可能在生活上 会有很多美化居家环境 一件件的作品中 看见充满吉隆意向的图像 吉隆灯塔 镇冰色彩屋 游人 吉隆语 指导老师拿出妙口奠记工的创作 令人惊艳 可以跳脱我们古时候的绣法 所以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时钟部分 就是比较活泼的绣法 绣是要配线 配色跟配线 所以呢 去看展览是很重要的 简单的手帕创作 有画龙点睛的效果 学生充满创意 发挥想象 与日常生活用品结合 提升生活美感 可能一开始就会有点挫折感 不知道怎么绣 可是当他们绣完以后发现到 表情非常地漂亮 非常有成就感 然后我们现在延伸到 可以绣在手帕上面 所以食物性来讲 更实用 他们就绣得更开心 那我们这期还特别地 我们请到了老师 有做美学的老师 有做行销的部分 还有做在配置 那再加我们食物的 呂老师在教大家做 所以这一期来讲 大家都学得非常开心 而且非常的充实 推广勾灵友善的人文精神 为热灵族群 带来新的学习动机 人爱热灵 在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每到周末假日 常有游客涌入基隆 和平岛公园 已经成为最夯的旅游景点 加上正宾渔港色彩小屋 阿根纳造船厂 吸引了许多网友前来打卡 再欣赏美景之余 其实周围还有许多 道地的美味小吃可以品尝 这一次公民专题 就带您一探究竟 和平到美食众多 短短的一条街上 就可以吃到最新鲜在地的好滋味 而在这里吃尽的不只是美食 还有浓浓的人情味 走 一起来吃道地的海鲜面 热锅中 依序放入今日 从鱼缸采购来的新鲜鱼货 包含酒孔 干贝甚至是螃蟹 你看它全部都是料 还有荷包饭 因为 每次我都会 都给客人一吃一个蛋吃 Q进十足的面条 吸爆海鲜汤汁 满满好料出炉 令人食指大动 这个很好吃 有很多的料 其实它有一些很 很死忠的观众 就是一直来都会吃这个 很健康的饮食 你吃完之后 你不会觉得口渴 然后 料又很失贪 可以一直吸引老顾客回流 除了料好食在CP值高外 就属汤汁了 紫笋 香菇 葱头 梨子 苹果 还有红萝卜 白萝卜 每天都这样就做 每天都这样 有时候会少一两样 但是会有另外补 高汤总共有七八种最少的 有七八种 还有鸡腿啦 就是它的高汤很棒 所以说有机会就来吃了 难怪这每日信熬高汤的好滋味 抓住了顾客味蕾 当然还有能弄人的行为 看老板忙完就坐下来 跟顾客画家常 疫情又餐 给人家的幸福感 家家有幸福感的美食还有 要预定要预定 这个没有预定都吃不到的 对对 这个都是预定的 你中午过来就都没有了 来看看这家才刚出炉 就销售一空 从河滨岛公园出来后 必经的巷子旁 有年轻人开的肉包店 土生土长的郭老板回到家乡 选择用肉包创业 创业这八年间 最多一天只做四百克 卖完就收摊 包着好吃 受欢迎的原因就是料好实在 是用当天现宰的温体黑猪肉 那搭配隔夜的面种 那来去做新鲜的那个肉包 在地人回到家乡创业 再出发 以平民美食照顾大众味蕾 还有从外地搬来的创业者 以独特的排骨料理手法 加入芋头或冬瓜 让老涛相当难忘 比较传统 我就是 排骨面就是传承我婆婆的手艺 我婆婆原本在新二路 就私立游泳池那里 开差不多五十年了 对就因为那年纪大 就我传承 那婆婆当初做是 只有原本的招牌 排骨 那我自己来到和平岛的时候 刚刚开始我就觉得 太单调了 所以我就加了芋头跟冬瓜 就还不错 还蛮受当地的人喜欢了 就是 就是我们本店的招牌 就是这样子 阿美排骨面呢 非常的好吃 然后我自己也是 住在和平岛 一个礼拜会吃了两三次 然后我最喜欢的其实是 它的冬瓜和它的芋头面 那这两个的话呢 就是它的冬瓜 其实有些稍微用腌制过 然后它的味道非常的 有一个绵软 然后吃的时候有一个特殊的 腌料的味道 一样暖人味蕾的 还有这香味四溢的牛肉面 江峻川味的湘宇 穿霸的儿子 严格挑选牛肉与炖煮 还要搭配这每日现做的手工面 这样一碗满满充满幸福的牛肉面 才能端上桌 这个是澳洲的顶级牛筋 这个是牛腱肉 牛肉面是我们的招牌 就很多人也是那个 吃馄饨的 这家牛肉汤也是招牌 还有我们的手工拉面 不摊防腐剂的 对 跟店家配合 特别强调不能有防腐剂 对对对 所以我们每天 我们每一天的食材 都是每天当日卖完 直接就提早就吃打烊 那主要我们的川味牛肉面 那我们也独特的川味蜡粉 因为有的客人在 先气热的时候 或者是他可能正宗川味 他没有办法吃得这么辣 那我们就把红烧与川味的部分 那这是我们自己炒的川味麻辣 那像这一锅是我们自己做的 这也是我们的手工自己做的牛油 这不是一般所谓外面的画风去调出来的 这真的是我们去 披了真正的牛油下来去制作的 对 好 完成了 来一点葱花 好的 那这样我们的川味牛肉面就完成了 还有很多好料呢 美味 平价 欢迎着岛上的居民及游客来走走 和平岛美食 工作服 这个可以量真定做啊 哦哦哦哦 这个一定要搞很紧 你的气一定要在你的胸前 你不能让你的气跑到你下面 就沉不下去了 倒过来 都摘过来 出生于1916年的张火焰 2000年因病逝世 享年84岁 从小家境贫困 长大后到基隆港务局上班 后来日本人撤退 张火焰白收起家成立打捞公司 最著名的打捞案件是1986年 华航洪湖空难 他也曾参与十大建设及各地港口扩建 包括和平岛 而在228事件 大难不死等种种生平经历 都在展览馆内的一幅幅画作中呈现 像和平岛本来有三个岛嘛 有统盘椅 有中山岛 还有本岛色鸟这样 那都是我爸爸把他连贯在一起 张火焰过世后 他的儿子在平一路老家 成立张火焰纪念馆 展示父亲八十多幅画作 从画作及文物来缅怀张火焰 人生打拼奋斗的过程 他们就自己做 这东西都自己做的 去费五金堂买那个费千块 带大众一窥 曾经发生过故事的 还咬着和平市场的历史走廊 但你穿越四千五百年的时空 一探和平岛的龙茂 这个是我们和平岛市场 也是我们的小间内 1626年全台湾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这是全台湾第一个市场 隔壁就是我们的诸圣教堂 跟我们的圣沙尔多层 那小间内指的是华人街 小华人街 大华人街在哪里 在马尼拉的西班牙总部 也叫做福州街 那经过多年的这个新衰 这边从以前的92摊到现在 没有摊位了 我们海大USR就来进来 把这个历史走廊把它放进来 我们希望透过人跟人的互动 了解这个历史的过程 让大家逛市场 了解这个市场的内涵 也了解我们台湾历史的发展 欢迎大家一起来和平岛 了解我们台湾历史 以海洋为主 从地方美食 海洋文化到海洋资源与永续 期待让来和平岛的旅客与居民 都能够累积海洋素养 成为台湾海洋子民 高明记得许喵多采访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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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現在就辦中家寬評 怎麼叫 有追劇 有視訊 網速只能降 不能降 那就快換中家寬評吧 中家寬評 國際認證 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數位頻道免費看 現在就辦中家寬評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話說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分享自來接中藥行夫妻確診死亡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越鬧越大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大家避之為恐怖 即後來結果怎麼樣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也沒確診啊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她解釋並不是有意的指示轉傳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她親自前往下櫃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她不追究這是真實案例要告訴您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一定要聰明辨別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因為很重要所以講兩遍要記得歐中家集團關心您 妳的設計我覺得很… 怎麼這樣 行… 你們家又視訊又追劇 我說只能這樣囉 不能這樣 那就換中家寬評吧 怎麼這樣 怎麼這樣 有追劇又視訊 網速只能這樣囉 不能這樣 那就快換中家寬評吧 中家寬評國際認證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暢快有感 一句只要999 再送數位頻道免費看 現在就辦中家寬評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話說 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分享自來接中藥行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畢之為恐怖級 後來結果怎麼樣 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她解釋 並不是有意的指示轉傳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 她親自前往下櫃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她不追究 這是真實案例要告訴您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 一定要聰明辨別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因為很重要 所以講兩遍要記得歐中家集團關心您